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 这里是长沙的橘子州 这边是橘子州的售票处 他这边售票处是坐那个观光车 来回的车票是40块钱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 买票的人已经很多了 这边是观光车 也就是这种小火车 这边有一个导卵图 他这里好像还可以坐那个游船吧 有这个游船码头了 从这边距离这个 长沙新吃石碑距离大概是1.4公里 距离毛主席青年艺术雕像图大概是3.2公里 他这边好的点就是 在地铁口这个附近有一个便民的 免费 寄存行李的地方可以寄存这个大件的 从这边地铁口出来了 就到这里 他现在这边进去的话还要扫码预约了 就是这个是 路远的一个流程 这个是景区的二维码 这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香江 这边就是整个橘子周最核心的景点 青年毛主席雕像图 雕塑以1925年青年时期的毛主席的形象为基础 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以及举止周的自然环境完美相结合 凸显了当年毛主席的胸怀大致和风华正茂 其实这个雕像还蕴含着6个比较特殊的含义 首先呢 它这个高度是32米 这恰好与毛主席在这里书写 沁原村长沙的年龄相吻合 是32岁 雕塑长达83米 寓意着毛主席是夏年83岁 它的宽度是41米 寓意着毛主席从1935年到1976年 执政是41年 8341也是毛主席当年警卫部的方号 它整个基座是3500平 是由8000多块巨石拼接而成的 重量约2000吨 那么最关键的重点来了 它这个石头可非常的不一般 它是采用了8000多块永定红巨石 这个是从福建运送过来的这个石头 那么为什么这个石头不采用长沙本地的麻石呢 这里面蕴含的含义也是让人特别的感动 之所以选择永定红这种红灰色的石头 是它对关线的造色的稳定性特别的强 在阳光的造色下 从现的是红灰色 而下过去之后呢 会呈现出特别饱满的红色 红色是代表着共和国的颜色 国企的颜色 中国红是中国人都喜欢的颜色 红灰色呢 又更加接近人的肤色 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石头啊 每块的颜色 物理 化学指标几乎是一致 就保证了雕像在颜色上的完美 统一 而且永定红呢还寓意着江山永定 为了让游客与伟人 合影和谐 所以说为什么不采用长沙本地的麻石 而选择福建的永定红 真的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啊 听完了以上这几个行业 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感动啊 举止周毛主席雕像自建成以来呢 每天都迎来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 人们都纷纷地拍照留恋 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有句话也说的好啊 幸福不忘毛主席 喝水不忘挖井人 看完之后 我也真的是热泪盈眶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说的没有